学一下要缓解筋痛要按哪些穴道 教大家三个穴位按摩可以缓解筋痛跟筋齐的不是 首先第一个穴位是关元穴 关元穴它在我们的小腹就是肚脐的正中央 然后下面四根手指头就三寸的距离 所以我们找到我们肚脐之后呢 比四根手指头就是我们的关元穴 所以我们以自己来说找到肚脐下面四根手指头 这就是我们关元穴 关元穴呢我们又称它是丹田穴 关元穴有补肾气的作用 所以这个陈医师也可以按 对这个男性也可以按 对男性也可以按 对男性也可以按 所以这是我们的关元穴补肾气 所以如果是属于子宫虚寒型的筋痛的话 我们可以配合按压这个穴位 那会建议大家可以平常也可以暖暖包放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缓解筋痛 或是我们在按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掌根 我们大拇指的掌根 然后放在这个关元穴两手焦点 因为这样子按压的话力道更强 是用揉的方式 对那或是说我们也可以再配合深呼吸 比如我们深呼吸的时候吸气 把气吸到这个丹田 然后这个时候再配合吐气 然后我们的腹部收缩 然后再按压我们的关元穴 因为接着深呼吸的时候 可以让情绪比较缓和 然后小腹收缩也可以帮助 这筋血排出比较顺畅 那第二个穴道呢 对这是第一个穴位 那第二个呢是叫子宫穴 那子宫穴的话呢 子宫穴也是在小腹 那怎么找呢 我们就也是找到我们肚脐之后呢 我们用我们大拇指顺着肚脐往下按压 那按压到下面会碰到骨头 那这个骨头就我们所谓的尺骨 那我们找到尺骨之后呢 因为这个穴位是在尺骨上一寸 一寸就相当于我们大拇指的宽度 所以我们就用大拇指横指 在尺骨的上缘这个地方 这不是子宫穴 这是它的 我们先以这个来做标的 然后子宫穴是在我们的 这个尺骨上缘一寸旁开 也是四根手指头 就三寸的距离 两侧就是我们的子宫穴 所以我们找到了 刚讲的这个尺骨上一寸呢 在旁开 四根手指头距离就是子宫穴 那子宫穴也是有缓解筋痛 那如果你是属于气质血域型的筋痛 就是筋血排出来不顺畅 那这个时候是揉压子宫穴 可以帮助筋血排出比较顺畅 所以是生理期的时候才需要按吗 还是说平常也可以保健 平时也可以做保健 对 那第三个穴位呢 不是在我们的 那做这两个穴的按摩 要不要先排尿排控一下 对 因为按了好像会有点 对 会酸酸胀胀 会建议对 我们如果在按压的时候 先做排控 谢谢 果然是专家 陈医生补重 虽然你不是女性 可是你还蛮了解 你还蛮了解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穴位是三阴胶 那三阴胶穴刚讲 其实有些人 筋痛严重的时候 它不太能去按压它的腹部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会按压 我们的三阴胶 那三阴胶的穴位 是在我们的足部 是在我们的小腿的内侧 所以我们找到 我们的足内怀 我们脚内怀 内怀肩 就是内怀最突出的那个点 也是四根手指头的距离 四根手指头距离 那记得这个穴位 它是在骨头的后缘 所以如果你找到 内怀四根手指头 然后在骨的边缘后缘 然后这是我们的三阴胶穴 三阴胶穴 那三阴胶 我们讲的这个叫 为什么叫三阴 它是足部内侧三条阴晶 就是肝 皮 肾 三个经络交汇的点 所以按压这个穴位 可以缓解筋痛之外 像说我刚刚说 皮肾跟水分的代谢有关系 所以女性其实 在月经前很容易下肢水肿 或是长期走坐办公室 其实按压这个穴位 可以帮助消除小货